看看新闻榜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央视春晚 昨天呢春晚节目组啊公布了 陶哲 孟文卫 张峰毅等七位 首批确认加盟春晚的明星 他们应该是各个都是形象正面 家庭幸福 正能量的偶像 此外呢据可靠消息 天王刘德华也确认要上春晚了 来看看 春晚剧组公布了首批确认加盟 央视春晚的明星 他们是陶哲 孟文卫 张峰毅 朱亚文 段奕红 还有同大为夫妇 除了已经公布的第一批七位明星 刘德华 TFBOYS 李宇春 也被证实将登上阳年春晚 而这也将是华仔睽違春晚 十年之后重返这个舞台 四大天王当中 刘德华上春晚的次数是最多的 1992年华仔与张宇生 毛阿敏合唱心中常驻芳华 再加上1995年的忘情水 1998年与毛宁张信哲合唱的大中国 1999年的回家真好 以及2005年的拱起发财 刘德华已经先后上过五次春晚 时隔十年 画在重返春晚舞台 可谓是一代惊喜 我是一代的月光不幸的泪泉 常在你身上的记忆幻灭 有了新天地编辑吧